2022年2月17日3月19日 我们看到前面的绿岛 整个太平洋之中的变化 就如同我们心经里面的摄受想形式 从我们自身的眼耳鼻舍生意所投射出来的 今日师逢透过太平洋整个海面 我们要更加清楚 所有的一切变化 你深入佛法 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过去从小到大 所有的观念是颠倒错误的 我们有这个肉体是因为地水火风空间式所架构 我们从来没有去观察 不了解到我们都只是一个 脑内飞的一个栗子跟坡 成几何死 透过华夏文明在做清明守墓 我们更能够感受到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带不走我们的家人 带不走房子 带不走财富 只能带走你在世间积极奉献 为无师人类的福祉开创十项世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人类的珍贵是有这个思维 我们要去观察 感受 为何而苦 我们是为妄念 就如同每一个梦 你梦中人 你如人饮水能暖自知 不做梦的在你旁边看到 它是假的 可是你在梦中梦 你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做梦 只是大梦小梦 所以金刚经里面的空性 要让我们学习 一切有违法 如梦换泡眼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 我们所有的食物 我们刚好供佛晚 现在是我们的二始灵灾 看到所有的食物 它也是地水火风水架构的栗子坡 可是因为在梦中 我们的肉体 透过这个物质 来滋养我们的色身 我们眼耳鼻舌身 理解了 所以我们就会用感恩的心 就因为你感恩的那个念 那个念头就快速转换成 过氧化的物美 它就可以快速成为我们 因为那个念头 它就会产生光明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白镜床极光了 所以感恩 感恩我们今日再次的 能够透过日常生活一次一次的分解 分解从粗到细 就如同大海一片 如同的临近 所以我们大脑是酷水的海魅三印 这些都才是正式的透过死亡的人 在重视理解之后 灵魂灵性不灭 会灭的是我们的有为的肉体 食物 防止 所有的一切人事物 所以我们感恩 这就是在佛经里面的阿赖夜市 我们要随着意识 意念 继续来去自有 悠有含涌以娑婆世界 原来真实的实相 是要让我们去体验 创造平安 喜乐 清净喜悦的智慧 带着走的就是 清净喜悦的智慧 觉醒的人类 感恩你们 以这一份无师 以真正的来到世间体验 成为一个清净白净者 本来无一物 以礼貌 以恭敬 以了解到宇宙浩瀚的真理当中 是一个旅行者 我们来旅游 我们透过旅游的当中 我们积极付出 为大自然的环境 我们尽一份心力 等到我们的肉体 承住坏空 我们秉持着这一股 阿拉耶士的 这一个意识的流动 再继续到他方 不断的旅游 这就是实相世界了 祝福近日 再次的透过整个海洋 太平洋当中的 滑胀世界 重重无尽 只要记得 这一生一定要回到 不生不灭的 阿弥陀佛的国度 他盖好房子了 所有的建设 都是富丽堂皇的 所以我们要深入 阿弥陀佛经 感恩 今日再次的创造 十项世界 了解之后 你每天可以活得快乐 灿难 只要你快乐 喜悦 清静 无欲 折缸 无求 品质高 积极 奉献 为别人 有得吃 有得住 你的生命 开创实际的快乐 感恩 一切平安 回到至深 圆满 一切 恭敬 再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次阿弥陀佛 再次阿弥陀佛 再次阿弥陀佛